我有放一個lessen 2了 lessen 2 那你看到有一個甜色練習 這個 好 看到柯南了 那這個其實如果說你有自己畫 當然你可以用啦 可以直接用這個打開 那這個線稿已經準備好了 就是已經把你描好了 那我現在把它丟進來 好 那你看一下囉 你看其實一般像卡通畫 是不是差不多就像這樣畫對不對 它的色塊會比較清楚 那有時候比較深的 它就用這個來代表什麼 陰影嘛 對不對 這個應該下面還有一塊啦 這是頭髮的部分喔 下面還有一塊 有沒有 那現在這個是已經幫你準備好 只是讓你去填色看看 如果說假設你有個線稿 就要像這樣子 好像在給小朋友畫上色 左色一樣對不對 你來這邊 好 比如說你看這個頭髮 甜色應該 現在大家應該OK吧 你可以從這邊來選 也可以從哪裡 色票這邊來選 好 如果是黑色的 點一下 是不是套進去了 你先試看看齁 那最主要是你去觀察一下說 其實人家畫卡通的時候 你看像這個 奶舊 奶舊 這個不是 對阿 對阿 啾啾阿 在這邊它就會多畫一個 你可以稍微把它拆開來看 這個 有沒有 它很多陰影其實都是模擬出來的 就是我這樣疊來疊去的 像這個也是阿 脖子阿 所以說你可以做一個參考 那眼睛你看也是一樣 一條一條的 去慢慢畫 好 那我把畫面還給你 你先試看看 你在選顏色有幾個方式可以用對不對 一個是從色票這邊直接選 這是第一種 那裡面不見得全部都我們要的 所以你第二種你可以從上面去挑 有沒有 滴管到上面來 那如果你覺得這上面這樣選也不好選 你可以再把這個打開 有沒有看到 它因為這邊用的是CMYK嘛 那我們以前在調大波數都是用HSB或RGB HSB或RGB 這個 你可能會比較熟悉 因為這個就是所謂的什麼 色相彩度跟什麼 色相彩度還有一個明亮度 明亮度 明亮度 所以你先調 找到一個顏色 有沒有發現這個下面在變嗎 對不對 它上面其實會像這樣子 如果你拉到最緊繃有沒有 好 這是一個方式可以調 第二種 以前我們Porshotel最常用就是在這邊 DocDoc 對不對 大家最習慣可能是這種 先選一個色相 然後呢 再選一個 顏色它的飽和度 還有什麼 明亮度 垂直的是明亮度 這樣OK齁 好 在這裡點兩下 DocDoc Porshotel就點一下就好了 但這邊要點兩下 來 再添耳朵的時候你這邊 你如果再用的話 你可以稍微幫他調整一下 這個可以移動嘛 或者用手的工具可以稍微移動一下 你看 這個耳朵這邊啊 如果你直接點這個來填 點這個直接來填顏色的話 你會覺得怪怪的 因為這個的形狀 是不是全部的 對不對 雖然他沒有畫完 但是 就是說甜色還是滿的 還是滿的 如果你直接點 比如說我點 皮膚的顏色 等一下 這邊 如果直接點皮膚的顏色 欸 這樣是不是全部進去了 就跟這邊是不一樣 所以其實這裡是透明的 就是這個啊 其實這個 這個形狀 事實上是透明的 他只是為了要把耳朵的輪廓畫出來 所以等於說這個 只有一條線 這樣你了解我意思了嗎 這一條 有沒有 這個只有線而已 就沒有甜色 那麼他有甜的是 放在裡面 你看再拉回來 這樣OK嗎 這樣大概了解那意思了 所以說 其實像 你看到左手邊 這邊也是一樣 左手邊耳朵 這裡有沒有 這個地方 其實你看到這個 這個也只是線而已 有沒有 就是把那個形狀 讓你覺得說 欸 好像這樣才有一個東西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卡通他不見得 他畫得很細 不一定說一定要擬針嘛 好 因為有很多東西 是你自己去想像的 好 你自己想像 那像這個嘴巴 這個也是一樣啊 就是用線而已 就是很單純的 用線去做 好 那我把畫面再還給你喔